也是期待已久的就是 《鐘樓怪人》音樂劇 已經在國父紀念館演出 這次來台會演出12場 票也很搶手 九成已經賣出 先帶您一讀為快 以巴黎圣母院為故事背景 詩人用溫柔的嗓音 吟唱出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鐘樓怪人》音樂劇 改變自法國知名作家 雨果的小說 為了能更貼近觀眾 這次來台一改先前的法語版 選用英文版演出 故事是在講述 一位美麗的吉普賽女郎 艾斯梅拉達 同時被聖母院的 妥子嘉西莫多 主教福厚洛 窮愁潦倒的浪漫詩人 果莉 王家弓箭隊長菲比斯 同時深愛者 卻因為被誤會是女巫 而慘遭絞刑 不過最後才知道 嘉西莫多才是真正深愛她的人 表演舞台雖然不大 但是聲光效果十足 利用透明投影螢幕 營造出有層次的背景 搭配精美的道具 讓人彷彿穿越時空 來到了法國巴黎 這些華麗的演出 勢必讓鐘樓怪人迷 永生難忘 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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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電TV 吳登麗 尹德玉 台北報導